哈嘍 哈嘍 晚安 晚上好 這是哪裡 這是阿伯昌家 阿伯昌家的直播間 哈嘍 謝謝緣分相遇 哈嘍 晚上好 晚上好 因為懶得回家 所以就在這裡 開始了 晚安 居家感 他家還有化妝台 有燈 還有大燈 現在反而真的啾啾你喔 晚安 這邊光線好棒 很棒 明天要先上見面會 對明天要先上見面會 我昨天也有 只是我昨天沒有拍照 都來這邊蹭燈好了 我在家裡也有燈的好不好 我有打燈了好嗎 沒辦法跟播 對 今天是木曜之日 怎麼知道 欸 被放下 救命 救命 怎麼這個時間開 6點怎麼了嗎 謝謝科技宇的告白氣球 禮拜四禮拜四禮拜四 家裡的燈要電費啊 哈哈 還有那個冷氣費 很少6點吧 對很少6點 幾乎都是7點 謝謝十一 送的貓貓爆爆 好 解鎖新場地 今天是禮拜四 對今天是禮拜四 明天是禮拜五 明天有視訊會 拜拜先去忙 加油 幫我跟牛奶糖說我搶他 沒有關係 他沒有想聽 謝謝OK的魔法棒 生眼珍買下去 大家生眼珍買了嗎 生眼珍要記得買 用11波就是讚 是嗎 用11波真的有差嗎 跟那個平板比起來 那要出門了 拜拜 為什麼大家都6點出門啊 6點去吃飯嗎 大家還沒買 阿威昌燙傷的地方還蠻好嗎 看起來不太好 他剛剛噴香水的時候 噴到他的傷口 嗯 那今天買了那個防水的 OK不 謝謝同一個的真情告白 視線好很多啊 你說那個鏡頭的部分嗎 他沒辦法 我在家裡的話 我就會想要用平板 對 他不是外送要來嗎 然後他就待到今天了 他還在 這是什麼角度 什麼角度 什麼角度 謝謝季風亮的貓鈴鐺 謝謝 新...哪一個 新你貓 等一下是哪一個 炎炎 炎炎的貓的手手 對啊 後面念後面 嗨嗨 晚上好唷 晚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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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Hoeing的貓的手手 這本來是念後面對吧 還沒有搞懂 還沒有搞懂 謝謝貓的手手 我在念字裡 名字裡面的字 坐在椅子上播跟坐在地板不一樣 現在畫質好感人 有差很多嗎 我上次不是也是用 試液嗎 雖然是在公司 但公司沒有達本 公司的那個 會議室沒有達本 後面感覺很忙 就是他們在忙著 處理阿北上的燙傷 擦藥 的部分 謝謝小儀的事 沒短了啦 好像好悠悠 結果沒抽到你 可惡 謝謝 謝謝 燙傷好多人在處理 也沒有好多人 就只有理睬姐而已 待會會有尖叫聲 你說這個意思嗎 不用知道比較好 你可以去問 會日文的數字句 應該大家都知道 應該大家都知道 黑髮染色的GG你喔 參加晚自習 好辛苦 還要參加晚自習 我們現在要上課 上課很辛苦 很想睡覺 早上下午就很想睡覺 還要晚自習 昨天的服裝還有照片嗎 沒有 沒有 不是高中都要晚自習嗎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還是高中跟高職不一樣 因為我不是普通高中 真的假的 真的是錯音 對 都是錯音 有比較小吧 這幾天的工作感覺很棒 是我嗎 還好 不用上課 我現在沒有在上課 高職我沒有 晚自習吧 我的頂多就是那種 多上一堂課這樣 西堂變八堂的感覺 沒有到晚上 就是四點下課變成五點下課的感覺 沒有很晚啊 有吧 真的假的 舒服 我從來沒有參加過舒服 假的那麼正面反而不習慣 昨天有在面子喔 對 昨天是兩個辮子 兩個邊髮 沒有晚自習到九點 沒有晚自習到九點 我也沒有在上課了 所以你跟明依童年 這種話你說得出來 應該是課後自習 兩隻晚自習 嗯 很辛苦耶 我真的我從小到大 就是從來沒有晚上讀書過 我通常最晚就到五點這樣子 對 兩個小時都在瞌睡 因為剛吃晚飯 欸晚上就很想睡覺 幸福太好了吧 晚上不宜讀書 我不知道耶 從國小就沒有在 晚上讀書 因為我好像 我好像意識到 就是我如果前一天晚上 就是如果隔天考試 我前一天晚上 開始讀書的話 我發現我考出來的成績 會比沒有讀還要差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是我有做過測試的 你知道嗎 我有測試過這件事情 只要 只要我認真讀 成績會比較差 所以我都就放棄了 學爸的部分 那就乾脆不讀了 對啊對啊 我不知道耶 可能是因為前一天晚上 如果 為了就是臨時抱我 然後讀很多 反而可能那個 記憶力沒有這麼好 記憶力沒有這麼好 所以 所以前一天讀的 其實 隔天我都不記得 其實我根本看錯範圍 不知道耶 或許是我晚上的時候 那個腦袋沒有在運轉 所以 我有讀跟沒讀是一樣的 所以我後來 後來國中高中的時候 我都是早上 早上讀 就是 真的是考前的 可能30分鐘前 讀這樣子 或者考前的那個自習讀 後來都是這樣子 不會前一天讀 前一天讀 我隔天起床 我就忘記 睡前讀很容易忘掉 那時候讀的東西 對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問題 所以 我以前讀 都會覺得 欸 前一天就讀好 然後當天 沒有複習 我還是會忘記 感覺沒壓力 考起來特別輕鬆 對 謝謝數字架的 毛毛毛毛爪 考試前一天絕對不碰書 我考試前一天絕對不碰書 我還記得我會考 那天晚上我也沒有在讀 謝謝小玲的貓貓包包 晚上讀書很浪漫 浪漫的部分 在哪裡 掰掰 30分鐘讀得完 嗯 考試範圍通常不會到很多 所以 基本上是看得完 基本上 謝謝 謝謝小玲 送的貓貓包包 為什麼它是反向 它為什麼翻轉過來 早上讀書會想睡覺 真的喔 那可能是不夠 不夠集中 不夠集中 因為早上我也很想睡覺 但是開機了就可以 可以讀 嗯 旁邊有人才浪漫 對 一天多14小時能接受嗎 不能欸 我通常在學校的那幾個小時就差不多 幾個小時 七點 九個小時 八個小時 三個小時 還好 還好欸 我覺得在 讀的時候 就是 死命 要讀的時候 就不會想睡覺 但是你壓根沒有想讀的時候 就會想 就會想睡覺 嗯 就沒考很長 對 就是 怎麼說 那種臨時抱佛腳的部分 真的很臨時 的時候就會 不會想浪費那個時間 就會 能記多少是多少 所以那個短時間記憶的部分會非常的集中 但是如果是那種 可能早上 晚上才要 晚上才要 考的那種 然後早上就讀的話會 超不想要學 哈囉黎采傑 哈囉黎采傑 為什麼要在那邊 嗯 要問問采傑 采傑學霸 我沒有學霸 他說要不要點一次過這個成分 他說 你有問我學霸嗎 我學霸 他看到書就想睡 你是前一天會讀書的人還是 前一天稍微讀一下 但我有一個很自豪 就是 我覺得有一次那個前一天才讀那個地理 然後就地理第七名這樣 不錯吧 對 我個人是覺得讀書 如果太早讀的話就會 你會忘記 所以前一天讀是最好的 那你很厲害 我是當天才讀 你是當天才讀 我是書根本沒帶回家 很厲害的高中生 我真的到中三年從來沒有把書帶回去 所以你就是那種天才型的 這麼爽 這麼爽 當天才有記憶點 我都是當天早上提前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去學校寫作業 然後放學我就回家 我覺得你真的 然後 功課都不會帶回家 所以我都是早上寫作業 就是 通常不是八點才上課 我大概六點半就會在學校 通常八點上課 我大概八點半會在學校 那不是遲到嗎 你的頭髮為什麼左頭髮也炸 我剛剛弄他 感覺讀書很有一套 好早 對啊 我以前會六點半到學校 然後 學校還是黑的 但可以看到那個田徑隊在學校跑 跑那個校內 優秀 到後面我也有點沒有辦法 就是 太早 太早到學校 因為真的太養睡覺了 那個宜蘭跟台北兩 這樣來回跑 沒有辦法六點半就到學校 所以我後來都是大概七點十分 左右要到學校 就是還是有那個 大概五十分鐘 可以 可以寫作業 八點半 冬天才天亮 因為我 高中 後半段 高二高三的時候 就在TP這邊 比較 比較多事情 所以 我很常請假 所以我就會 早上上課到中午 我中午就請假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 那一天 下午發生的什麼 所有事情 比如說 明天要考什麼事 然後 今天的回家作業 沒有聯絡 就是 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我唯一的資訊 就是 寫在教室黑白板上面的 資訊 就是說 今天要教 什麼筆記 今天要考 第幾頁到第幾頁 今天的 昨天的作業 是第幾頁到第幾頁 好像早上 七點的時候 去接收一下 那個 昨天晚上發生什麼事情 教官都習慣我請假 對 教官 習慣我請假 感覺念書才是我的副業 對 念書是我的副業 可是我高中是我人生中 就是讀書最巔峰的時段 聰明巔峰嗎 對聰明巔峰 我國小是最笨的時候 第一名什麼時候 沒有前三的那個 沒有到第一名 第一名太難了 我第二頂多第二 第一 而且 第二的話大概是高一的時候 因為高一的課比較簡單 所以高一的時候 還有再認真讀一下 但是到高二之後 漸漸那個會計 會計經濟什麼的 就會開始有點辣掉 大概七八十分是我的極限 不然的話 我記得我高一的時候 會計是我的巔峰 我有考過一次九十九分 所以我好像寫錯字 我寫錯字 然後很希望老師送我那個一分 你知道嗎 你現在說 用下課的分數 就是這樣 這次補給我下次扣一點 然後我就說 不行 我只是寫個錯字 我忘記是寫錯什麼 還是少進一個位數 這樣子 反正就是 然後就被扣了一分 然後就拿到一個奇怪的 九十九分 這樣子 書都沒到人家 八十分 我覺得有一部分 是我同學都沒有很聰明 才可以拿到那個 前三名這樣子 但是 居然是會計巔峰 因為 因為就 還 還行 高一的會計 還行 但到高三 就那個範圍實在是太龐大 那個 要算的數學實在是有夠多的 然後那個 趴數我其實 沒有很懂 那個小數點 我最不會算小數點 然後到後面 我甚至不知道我的計算機群啊 所以 我都不知道我要怎麼算那個趴數 我想說用手寫會不會太辛苦 快記很難 嗯 我到後面會計就是 能被提庫 我就被提庫 哈哈 因為到後面都是選擇題 有考大學嗎 嗯 我有考大學 我考完 然後有入學 然後我才休學的 嗯 對 因為我媽說 你還是要考一下 所以我不能說 我不想上大學 就說我還是有考 嗯 我還有去面試 嗯 為什麼面對哭在唱嗎 沒問題 嗯 會計跟計算機 算難的 伊蘭的高中不多啊 伊蘭高中不多欸 高中 高中 高中就幾間啊 三間嗎 其實也不知道 羅東高中 伊蘭高中 伊蘭藍陽女中 好嗎 三個 讀商科很累耶 商科很累嗎 蛤 小科 呃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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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對 什麼 就是那個 我其實不太清楚 我還記得 我的高中就是一個 偷懶的選擇 因為 國中不是要考會考嗎 然後大家都要填那個 第一職員 第二職員 第三職員 然後就填了一個 最輕鬆的 就是 通常大家都會選擇去羅東 可能羅東 離 那邊比較 他們家比較近 所以 我大部分 國中的同學都去了 羅東 我去了伊蘭 然後 我知道大家都去羅東 所以那個伊蘭的競爭非常的少 然後 然後再加上 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歡國貿科 欸什麼 對 國際貿易科 然後不然應用外語 就是這個 我就沒有什麼興趣 然後大家都會去搶那個科系 然後我就填了一個 什麼 資料處理科 非常的 就是感覺沒有人會去填 就是我國中同學 裡面 怎麼聽都 不會聽到有人會去 填那個科系 然後剛好 學校有一個名額 然後就填了 第一個職員 我就直接填了那個 我想說 喔 如果沒有人跟我搶的話 那我就吻上 然後我就填了那個 然後後來就去了 然後後來就去了 就去了那個 去了那個 高職 就是不想跟國中同學一起 沒有好嗎 是因為他們都要去羅東 但 問我為什麼不去羅東 可能就是因為 就是餐飲系我沒有興趣 餐飲系我沒有興趣 國貿科我也沒有興趣 所以 基本上 然後那邊競爭也很高 我不想要跟他們就是 拚那個成績 我覺得 很危險 我就不想去拚 因為我國中的時候 其實沒有很聰明 我就是那個 要尋找那個 最輕鬆的 選田志願鬼才 我就想說 就是與其跟人家搶 然後最後沒有上 不如我就搶一個 沒有人會跟我搶 因為很多那種 比如說 校牌那種 前三名 就可能會想要去搶那個 高中 羅高 伊安高中 就會去搶那個高中 然後為了那個就是會考 就會想要有 4A 1B 之類的 5A這樣去考 就是 我就覺得 他們怎麼好辛苦 他們很辛苦 要去搶那個 可能只有兩個名額的那種高中 這樣 就是 加油 就是他們加油 然後因為就是 他們可能也會怕第一志願沒有上 然後第二志願就如果 大家都填在第一志願的話 那第二志願的名額就也會空掉 所以 與其 與其第一個 沒了 然後第二個又被搶走之後 那不就這樣也要一直下來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 志願 我記得他說要填至少 10到20個志願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填三個 我就填三個 我想說第一個怎麼可能會沒有上 然後我就填了那個啊 然後後面忘記填了什麼 我好像就填一些很 很廢的科系 沒有什麼人會去的那種科系 強熱門系 對啊 其實台北讀高中的多嗎 其實台北讀高中的人多嗎 好像沒有什麼 好像通常都是高中畢業才去 就是其他限制度 完全照我的計畫進行 對 完全照我的計畫進行 但我還是有一點擔心嘛 就說不定真的有 我不認識的人 突然去填那個志儲 因為說不定也不是沒有 雖然是真的沒有 我任何認識的人在 我同一班 啊 同一個科系 同一個學校 甚至在學校我知道的都只有 兩三個 所以科系就更不可能撞到 因為根本沒有人 我國中根本沒有人跟我讀同一個高中 就是同班同學根本沒有人 三十幾個人沒有人跟我同一個學校 我只知道我可能別班的有一兩個在這樣子 其實代表我高中整個高一沒有 不超過兩個人我認識的人 嗯 就是第二支圓名 就是真的沒有人想去 我真的 我小時候超不喜歡讀書的 那個 過小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我那個時候那個 頭腦沒有很好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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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九懲罰表 背不起來這樣 然後還有去那個 那個叫什麼 支援班 我有去 過支援班 大概去過兩次 你為什麼已經支援班 因為我九九懲罰表背不起來 然後我就去那邊 就是午休的時候 去那邊背九九懲罰表這樣 你知道我以前怎麼背不到嗎 我以前就是用夾法 夾 比如說九乘以四 我就會九加九加九加九 然後這樣 算 這樣算 就是 就是小時候可能不知道怎麼背 所以我就沒有背 然後小時候 所有那個 所有那個 所有那個能用算出來的 我都用算出來的 所以那種 要算一百個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畫一百個 然後畫很久 然後我的考試 考試的那個卷上面 會有超多的 超多的那個畫 會畫很多 然後 因為我九怎麼樣就是背不起來 然後我後來就寫一寫 然後就發現 九一 九九二十八 然後 先把十位數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然後 各位數先倒過來寫 然後 就這樣把它先寫起來 然後 數學考試的時候 考驗發下來 我就會先把九乘九的那個 九的那一列 全部寫在我的考卷上面 看等一下會不會用得到 會先把它寫出來 圖像分析 對啊 它就是倒過來的 九八七六五十三二一 然後從 九二十八的那個地方 開始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就會變成 正確的那個 這樣會配對這樣子 現在記得嗎 現在記得啊 嗯 那八不 八那列怎麼辦 就是 那種列呢 我就是能用加法 我就用加法 呵呵呵 有種在填空的感覺 因為五的那一列是最簡單 五的那一列不是五 就是零這樣 那個是最簡單 嗯 還有這招 對 然後 就會先寫 一乘五 二乘五 三乘五 五乘五 然後先這樣寫出來 好累喔 我小時候數學超差的 那個國小的時候 然後 我最討厭的問題是 他問我 這裡有一個路燈 然後 離這邊有幾個距離 請問中間有幾個路燈 那個問題問 永遠算不上 永遠不是少一個 這是多一個 然後 因為我沒辦法理解他那個題目 所以 我不知道他要的是那個空間 還是他要的是那個數量 所以我每次 就算我算出來 我就會懷疑自己 請問我現在要多一個還是少一個 因為我不知道他要問的問題是哪一個 所以那個我 國小的時候就是一直算錯 就算在那個邊緣 我很多都是那種 好像快算對了 但是我都會算錯 的題目 所以 小時候數學的成績比較差 或是那種 買幾顆蘋果 然後幾顆 然後多少錢 就是我能用算的 我就用算 用畫 我是用圖像在算數學 沒有辦法用數字 還有算幾隻腳的 對 國小的時候最擅長的 就是國文吧 國文是最擅長的 然後 社會應該是最不擅長 我超討厭那個社會 他會一直問我說 你的媽媽的姊姊的妹妹叫什麼 我就知道 我不知道 舊舊 舊 舊媽 叔叔 然後我想說 有差嗎 就是 就是 我為什麼要知道這個 以前我都在亂 以前都在亂寫 這樣子 然後到 我到大概 小四 小五 小五 小五那邊開始 我的 可能腦就突然開發了 所以 我還記得 國小畢業的那個時候 還拿了一個神奇的獎 忘記是什麼 什麼獎 好像就是類似那種 可能班上 班上什麼樣 然後 成績好的 那個 那個那種獎 然後可能就是 拿到 家 家 之類的 反正就是我記得我有拿到一個神奇的獎 然後 然後 可能同學就會想說 欸為什麼 為什麼 可能大家就想說 欸他有 他有聰明嗎 我就是 感覺就是這樣 進步獎 嗯不是進步獎 真的是那種 可能 國小 嗯 小六最後的那個 期末考 還是期中考 考比較好 所以就可能前幾名 然後 他就有班 可能前三名之類的那種獎 然後莫名其妙就被交到名字 而且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就上去 然後想說 嗯 我嗎 嗯 嗯 我有考很好嗎 這樣子 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畢業考 嗯 有可能 我覺得有一部分是因為那個畢業考大家都沒有在讀書 因為 幹嘛 幹嘛 牛奶糖 我記得 畢業 就是 小六的時候超費的 小六的時候我都不知道在幹嘛 我都連有在 有沒有在上課 我都不記得 我的回憶裡面沒有我小六在上課的記憶 就是我記得上課都在玩 玩牌 畫手機 甚至還可以畫手機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覺得我們班到很free這樣 反正我記得 可能是小六的下 下學期還是最後一個學期 沒有人在上課 我就想說 欸 我有在上課 我是不是 國小到哪一部分開始就沒有在上課 就是每一個科 每一個科 數學什麼 國文什麼都 沒有在上課的感覺 嗯 然後 午休的時候也是大家都沒在睡覺啊 然後能往外跑就往外跑 然後 對 所以 可能是這個部分吧 所以 我覺得那個什麼 所謂的畢業考最後 最後的那個考試 我覺得 大家好像都沒有把它當一回事 就是不用 沒有 沒有需要考的 在幹嘛 牛奶糖 很早認識嗎 但因為我就是很害怕 因為我不太懂那個所謂的 畢業跟 畢不了業的那個關係 所以我就想說 啊 應該 沒辦法 隨便考吧 如果我隨便考 然後畢不了業的話怎麼辦 反正我就是會思考比較多 然後 繼續 我還是有好好考 最後一次的那個考試 又進了 可愛啊 還怎麼在那邊 結果應該不會只有你人的嗎 有啦 因為其他人還有人的 對吧 你應該在那邊 對 事實上所有人都會畢業不管考怎樣 對 但是我國小不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還是有認真考試 害怕考太差這樣子 而且我從小到大都沒有人管我的成績 就是我是一個被放養的小孩 我從來沒有聽過就是我爸或我媽說 沒有好好讀書 就是完全沒有聽過這種話 大概就會說你考怎麼樣 我說不及格 他會說不及格 我就是他超級敷衍 我爸媽是非常隨便的人 我還記得我考可能五十幾分 他們就說五十幾分喔 就是假如說我可能考六十幾七十幾 然後突然考成五十幾的時候 他們也沒有反應 我就想說 嗯 發生什麼事 我幾個也沒關係 我超級沒有壓力 甚至我晚上都在打電動 都沒有人要管我耶 我想說明天期末考 然後我怎麼還在打電動啊 還不睡覺這樣子 就是沒有人管我 我連他們曾經都不會問我說 欸你有寫作業嗎 就是沒有問我 甚至不問我有沒有寫作業 我都不知道他們以前為什麼那麼相信我 我都不知道他們以前為什麼那麼相信我 他們欣賺你啊 很好笑 他們就是比較在說 喔 不要交到壞朋友 你不要被網友騙這樣子 他們會一直跟我講說 那個 就是 跟網友聊天沒有關係 記得不要 不要 亂跟人家約出去喔 然後我就說 喔好啊 好啊 然後說 喔那個 嗯 什麼 欸啊你都沒有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喔 我說 沒有啊 沒有啊 然後 可能就是 同學家在附近 然後就說 喔去同學家玩 然後玩玩玩 然後天就黑了 大概八九點 然後也沒有回家 也沒有人要打電話給我 我就想說 就是完全沒有人管我 就覺得很 很不一樣 我跟其他人的那種家 家長 就是那種 小孩 他們的那種 感覺都不太一樣 就是我家人幾乎沒有在管我 他們就說 他們也不會說 欸幾點了 要回來了嗎 你在哪裡 這樣 沒有人管我 沒有人管我 我回來了之後他們就說 喔你回來了啊 真的是超級隨便耶 我想說 嗯 這 我們家太安全了嗎 這 這個 這個 怎麼說 這個 家 家庭 附近 就是 這個環境太安全了 所以他們就是非常的隨意 太隨便了嗎 超隨便的耶 超隨便 感覺都認識了 適安帶好了 很好笑耶 而且旁邊就是公園啊 公園天黑了 不會擔心嗎 就是你放一個國小幾歲 大概小三小四這樣子 小三小四幾歲 反正就是放我一個人出去 根本沒有人跟著我 你知道嗎 所以適安真的比較安全 是不是小時候左 左林右舌都認識你 怎麼可能 十歲吧 十歲 我十歲都在我家附近 遊蕩耶 我會管媽媽接點回家 對我會管她接點回家 同學家長會不會感到關切 哈哈哈哈 你們公園裡面可能阿公阿嬤比較多 是你們比較多啦 後面是牛奶糖 對是牛奶糖 就是很free啊 而且 我覺得以前很像那種 就是 真的是放養的小孩 放養的小孩 我想幹嘛我就幹嘛 沒有人管我 就是很 小時候的時候 就 蠻隨意的 我都覺得我沒有學壞很厲害 你不覺得嗎 我都覺得我沒有學壞很厲害 你不覺得我沒有交到壞朋友很厲害嗎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可以 所以 就是 這麼保持著自我 這麼保持著自我 不敢下來 怎麼可能 她現在在那邊 睡一睡覺 根本懶得學壞 很厲害 太宅很安全 真的是太宅很安全嗎 因為不知道 因為 假如說是我的話 我就會覺得 喔 國小如果每天都在家裡打電動 然後不知道在跟哪個陌生網友聊天 然後整天就是沉迷在電腦 聽起來就很危險 你不覺得嗎 聽起來就很危險 聽起來就很危險 開始抽煙這樣子 確認一下是青春的美衝 壞的都被你嗆到跑著嗎 哪有以前是很安靜的人 好不好 國小國中的時候 我都還很安靜 我只有到高中的時候 會比較 嘴巴比較壞 可是我懶得出門 其實懶得出門沒有出啊 會交朋友嗎 我會交朋友啊 然後 我會用FV什麼的 跟同學聊天 小時候 過下午高中的時候 像我只記得 通常大家不會約出去哪裡玩 或是有 但是因為 沒有腳踏車嗎 還是怎麼樣 因為大家出去玩都是騎腳踏車 我就覺得很麻煩 我就沒有去 安靜給人一種乖乖的感覺 安靜給人一種乖乖的感覺 不知道 我就是 小時候 就跟別人很有那個距離感 我對 所以 尤其是國中的時候 我感受到 我有非常強烈的那個距離感 大概在國中的時候 我意識到 意識到 基本上沒有人會 不太會有人接近我 就是我身邊會有一道牆 謝謝 謝謝林馬和的熊抱 啾啾 國中開始變窄窄 沒有我窄窄 是從小三小四就開始的事情 講話直接的人都有一些帶點 不知道 就是很討厭 就是很討厭 我很討厭 討厭 國中的 怎麼說 那些 學校的 學長 學 學 學姐 學弟 學妹 我幾乎都討厭 就是 就是覺得 不知道 我就覺得他們很奇怪 全部都討厭 我就會覺得 沒有 因為你知道 到了國中 就是有種 怎麼說 青春 還是 所謂的 那種 就是 到了一個談戀愛的 時 時間 嗎 國中生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覺得 喔 大家都在談戀愛 覺得 覺得很瞎 這樣子 我會覺得很瞎 中惡吧 叛逆 有可能嗎 叛逆 不知道 不想跟 不想跟他們一樣 反正我就是覺得他們很 很奇怪 想說到 校園生活嗎 還是 還是有啊 還是有 國中的時候 但國中的時候都還好 國中 有多在談戀愛 我就記得 因為國小 我們國小 國中是直升的 所以 基本上 你都會認識 因為 國小就幾乎都看過 這樣子 然後國中也是 就是分班 可能不一樣 所以就會發現 到了國一的時候 就會發現大家一直在 說 欸 隔壁班的誰誰誰 跟誰誰誰在一起 然後 說 他 跟誰誰誰在一起 他們最近分手 然後過幾天 欸 他現在又跟誰誰誰在一起 我想說 到底是在幹嘛 這些人到底是在幹嘛 動不動就換男女朋友 這樣 我就覺得他們很生氣 發生什麼事 啊 怎麼今天吃戀 然後 過三天之後 就又跟學 學姐或學 學長在一起 我就想說 學校很亂 這樣 我就想說 學校很亂 換太快了 我就會覺得很瞎 我就會想說 他們是不是只是為了要有那個 刷存在感 所以 什麼 我的男朋友 我的女朋友 這樣子 我都覺得他們在刷存在 感情變得好廉價 我就覺得他們很廉價 就是 欸 可以跟你在一起嗎 好啊 就是那種 可是想說 他們是不是都這樣 莫名其妙 就 講一句話就在一起 過中的時候 我是這麼覺得 因為他們真的是那個頻率很快 然後八卦流傳很快 我一天到晚就會聽到誰 誰跟誰在一起 誰跟誰在一起 然後 誰跟誰突然又在一起 我想 他們 欸 為什麼 就是我會想說 為什麼 其實太早看透老靈魂了吧 對啊 我是老靈魂 我其實 轉世的時候 沒有 忘的沒有很乾淨 這樣子 跪圈子亂 說他們換位子就分手 很好笑欸 然後換位子 對啊 因為以前不是很常換位子 換位子就是大家會希望周邊做認識的人 就 會想要做好朋友啊 或是想要做你喜歡的對象的附近 這樣子 就會覺得 那個抽籤的部分就會覺得很有趣 有點扯 如果資訊更新比較慢的人 我忘記了 但是我記得大概國三的時候 就是 國二的時候 國二的時候 就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很難聊天 就是我壓根沒有想要跟人家交朋友的心情 所以 我有收過那種 我同學傳話說 國三的某個學長說想要認識你 我想幹嘛 就是我直接用那個 那個臉書的那種message 就是那個聊天的聊天室 然後因為有人問我 就說 好像是我同學的哥哥 然後的他們班的學 他們班的朋友這樣說 誰誰誰想要認識你 我說幹嘛想幹嘛 我很難聊天 勸他不要 所以我就 我就 我是不是從國中就很難搞 反正我就會直接回答說 勸他不要 我真的很難聊天 我沒有想要跟他交朋友 請他想想 這樣 請你也請你好好想想 確定要嗎 確定要 我沒有很想 可以直接回想幹嘛 可以直接回想幹嘛 然後人家就會說 你好 什麼什麼什麼 天生心裡頭說是有什麼好認識 是有什麼好認識 哪個部分 這樣子 發現我國中的時候講話就很搶 真的不覺得嗎 我就覺得我 我現在回想起來好像那個時候其實蠻那個的 其實蠻那個的 其實蠻難搞的 那個時候 國中的時候 真的是超難交朋友的 我壓根就沒有人想 想要跟他好好講話 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很煩 為什麼要認輸 所以蠻成七十八水分之類的 就是 基本上 可能我國中的時候 就不要討厭男生 基本上 如果不是女生的話 我不會想認識 我不會想要 認識新的朋友 所以我國中的時候 基本上 只跟同班同學 講話 我甚至同年級的隔壁班 我都不講 我真的只有跟同班的人講話 從國小開始就是這樣 我現在在這一班的話 我就跟他講話 但他不是我同班同學 我就不會跟他講話 跟你聊話 能持續 延續超過三句嗎 我覺得要跟我交朋友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需要跟我是同班同學 不然的話 我壓根就不會想要跟你講話 從這樣 從國小到高中 目前為止 看下來 全部都是同班同學 從來沒有別班過 都沒有分班過 國小的話好像 一、二年級是同個班級 三、四是同個班級 五、六是同個班級 所以基本上 可能這六年來 都會遇到一些不一樣的同班同學 但是曾經在同班的 我就算他是朋友 這樣子 但不是的 就是不是 從來沒有在同班過的那個 都不是我的朋友 到國中的時候 國中是三年都是同個班級 所以那三年我就只跟我同班的同學講話 嗯 如果有別班的時候 欸 外招 是甚麼 找我 幹嘛 找我幹嘛 不要找我 這樣 同班就是朋友了嗎 嗯 同班 當朋友的機率會 高很多 但 呃 如果沒有想要特別 教 呃 講話的話 也不會 也不會 特別變成朋友 嗯 很看緣分欸 你 就是很看 很看緣分 我到高中的時候也是這樣子 高中三年 我也是 能不跟別的班講話 我就不會跟別的班講話 嗯 同學的朋友 嗯 我跟同學的朋友不會互動 就是 我 就覺得 不是我朋友 嗯 難的難的 哈囉哈囉 畢業後有辦公同學會嗎 嗯 沒有 沒有 高中還有同學都很nice 對 因為連同班的朋友說話呢 可能也很少 對 謝謝愛的降落 嗯 嗯 就很難聊天啊 哈哈 很難聊天 基本上 嗯 我記得高中 我就是會隔絕 所有想要跟我有 互動的人 呃 男生啊 我會 那個牆會特別厚 牆會大概有十道 尤其是 第一次見面的人 會有 大概十道牆 對 尤其是 男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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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表示對你有意思過嗎 當然有啊 但是我 我這個人 就是 就是希望先不要 就是 請不要 請不要 現在還有那種氣場 因為我現在沒在讀書 所以 我那種氣場 通常是讀書的時候會有 嗯 因為讀書的話 同年紀的人 我跟同年紀的 男生會比較有距離感 哈哈 我跟同年紀的男生很有距離感 沒有辦法 這樣 相處 直接 拜拜 嗯 嗯 就只有握手了 對 只有握手可以跟我聊天 還有這邊不是同年紀 為男同學莫愛 嗯 真的 還好我們大尼很多歲 不知道耶 但我覺得那個感覺不太有 我就覺得學校跟工作朋友 我就覺得學校是一個 需要 好好讀書的地方 哈哈哈哈 聽起來很無聊 我覺得學校就是一個 好好讀書的地方 不是讓你來交朋友 哈哈 聽起來很 聽起來很不享受學 學校生活時光的人 學校就是拿來讀書 訓練一下自己的那個 那個 那叫什麼 嗯 對 要 守規矩的部分 哈哈 我國中的 我真的 蠻聽話 沒有啊 沒有啊 交際能力也要練吧 交際能力是 呃 比如說報告的時候需要 交際的部分 我還是會好好的 跟人家合作 就是團隊合作 這樣子 在能不用的時候 我就不用 學機長吧 嗯 剛剛好像有人說 不記得自己有沒有唸出來 但我 心裡還是覺得我有唸書 就是跟其他人比起來 因為他們大概就是 整天就是在打電動 有必要的時候才會跟別人交談 對 我都拿來送公文 不用請假 不是嗎 對 我會 我會去 送公 國中的時候也是 謝謝貓先生 我就會一直跑學務處 行 行征 然後 中務處 校長室 導師室這樣 會跑來跑去 可以幫我簽名一下 然後去找那個 半島這樣子 到處走 學務處 主任這樣子 校長室 對啊 然後要叫他簽名 現在還有以前的大電動 去校長室要幹嘛 那是有那個所謂的公文 我忘記是什麼 國中的時候有去那個 生教 那是什麼 生教 主 主 生教主 就是去當他的幫手 這樣子 但是我午休的時候就是在校內跑 下課的時候就是在校內跑 我能去哪我就去哪 找不到就下一節課再去 找不到就在下一節課再去 午休的時候去 能 就是他給我什麼我就去找哪 對 比較會跟年紀大的人相處 甚至於同年齡 對 我不想跟同年齡的人相處 下課真的是能跑就跑 就是我樂 樂終於幫 他們跑那個公路 很像打工 對 會印那個啊 人家的那個 那個 獎 那個叫什麼 獎狀 幫他們印那個獎狀 然後 獎牌什麼 幫他們放獎牌 然後幫他們平那個分數 這樣子 幾分幾分這樣 然後 幫他上電腦 然後 印檔案算 算成績 幫他隨便跑出來 總是要跑腿吧 沒有啊就是有人說 可能是 因為要換 每年會換什麼的 然後就 找下一年級 然後就 搬到說 誰誰誰 你要不要去 然後 你可以找一兩個人去 然後 就被找了 然後就去 做那個 身教主的小幫手 看起來好像蠻好玩的 對 就是我會拿著一疊 一大疊可能 的東西 要拿去給誰 或就是 放在抽屜 然後 我下課我就會去 送這些東西 各種雜 我算是糾察隊 糾察隊也不算 因為午休的那種糾察隊 是他們要出去繞 我是不用繞 我只要他們 繞完 然後把那個紙拿給我 我就是 把它key進去 然後 算出來 然後 印獎狀 不用去評分 對 然後可以不用無休 對 然後可以不用無休 妥妥的 跟身教混手 回歸好像都比較不會怎麼樣 但不會有需要違規的時候 歸納整理的人 我還記得我有一次國中的時候 午休吧還是什麼 然後 我就真的只是在走 然後 因為以前都有那個餐車 推那個餐車 然後 大家可能吃完飯這個餐車要推回去 然後 他要 整理什麼的 反正就是打掃時間 吃完午餐後的那一段時間 是打掃時間 然後 我就記得我那天 我就是 我好像是衛生鼓掌 然後就去看大家有沒有打掃 這樣子 然後就看到地上有一個垃圾 那個塑膠袋 可能是 就是 中午 午餐裝餐具的那個 袋子 然後就在地上在那邊滾來滾去 然後就 經過嘛 然後我就撿了一下那個 那個 塑膠袋 然後 校長就經過了 一個 校長 校長就經過 然後他就突然叫我過去 我想說做了什麼壞 做了什麼壞事 然後就被他抓過去 然後他說 嗯 你剛剛撿的垃圾很棒 我寄你一支家獎 我想說 你這樣就被撿家獎 我只是撿個垃圾 然後就被他抓去 然後很莫名其妙 然後 同學也很莫名其妙 因為就是 莫名其妙 就被校長抓住 我真的是 沒有想到撿個垃圾 還可以被寄家獎 有這種 對 我真的覺得 常莫名其妙 但是家獎 超級 不知道的 太剛好 真的是太剛好啦 但我國中 確實是沒有什麼警告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家獎 是可以拿來做什麼 嗯 家獎 對 家獎真的沒有用 我到高中的時候 也是會有那種 什麼家獎 家獎 然後 不是會有什麼警告 也是沒有 我都不知道那個 到底要幹嘛 剛好校長看 結果那是校長設下的考驗 結果那是校長設下的考驗 我都懷疑是不是他故意放的 他故意在你面前丟一個那個垃圾看 我都懷疑他是不是放在那邊 然後自己在附近這樣觀察 他設施本校學生有沒有那個 超級莫名奇妙的 超級莫名奇妙的 啊我就衛生鼓掌 我只是要去看一下 我同學沒有掃地 然後地道有個垃圾 我只是撿起來 但他不想撿 湖中女生 小生時期有被寄過警告嗎 我真的沒有印象 應該是 說不定有 只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就是 我沒有印象 為什麼會被寄過警告 還是遲到那種 我基本上我沒有遲到 我不太會遲到 校長蹲點腳 我算不想等 有被寄過才叫真的選擇 我都覺得很生氣 就是可能他有 三隻大勾 我想說大勾 是要怎麼樣才會有 到高中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生氣 就說 就說 比如說到高三的時候 大家都差不多要畢業 然後就是要去讀大學 就突然有人說 欸我現在有 五六隻小勾 什麼要消勾 我說這五六隻請問 你是怎麼蒐集起來 他可能說 喔遲到 我想說遲到可以 遲到到有 這麼多小勾 也是很厲害 充電放個充電泡就好 但是蠻疲的 飯蠻畢 很容易啊 其實看你敢不敢 應該是 無逆施掌而已 遲到小勾 也是很不良 應該不是遲到小勾 應該是遲到 寄警告 然後警告 警告警告警告 然後警告到最後 已經是 變成小勾 近身噴瓜 無泡渣 蛋糕就會被寄過 嗯 國中多少還是有一些小流氓 對 我都覺得很神奇耶 我都沒有遇過 因為我 基本上講話是 不太客氣的 就是我可以懂 那種 國高 國高中都會有一些 壞壞的 壞壞的學生 但是我壓根就是 沒有想要 跟他們講話 沒有想要怎麼樣 只是我能遠離 我就遠離 不太大國就不用比 對啊 我是一個 會想要去檢舉人家的人 尤其是那種 在校外停機車的人 我就會很想要去檢舉 或是那種 帶 帶煙然後 去學校的 某比較遠處的 那個廁所抽煙的時候 我就會很想去檢舉 我就會很想說 有人在那邊抽煙很臭 可以去那邊 抓一下那個 是哪位學生嗎 我都很想去檢舉 但我都沒有去 我都很想去 現在這台呢 不是啊 在學校抽煙真的很臭 我就真的是覺得 很不舒服 鼻子很不舒服 每次要上課 就一定要經過那個地方 我就會覺得很臭 我就很希望 太多教官可不可以去那邊 多尋幾次 但是他們都很喜歡在廁所滑手機 最近不去上課 不是上課 在廁所滑手機 所以覺得很臭 樹立敵人的你 壞力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 所以我就說我高中真的很討厭 所有就是不正經的同學 他只要很喜歡做壞事 我就會很討厭他 想說這人有什麼毛病 這人是有什麼毛病 學校就不能這樣子 他還要這樣子 這真的是 請問是有什麼問題 謝謝貓的手收 把握到這裡就行 是沒錯 他就覺得很皮 當然很皮 尤其是男生 男生真的很皮 就是 不抓 不被抓一次 不會那個 的感覺 就是 請問是要多皮 很皮 皮皮 他們特別喜歡去做 真的 都覺得很難 很不受控 所以我超討厭 超討厭 郭高中生的男生 超超級討厭 所以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就是基本上 學生時期我不太跟男生講話 我覺得他們都很 很難受控 很不受控 背妝他們也不會提 對 討厭失控的事情 我的那個就是 表面上還是笑笑的 但我內心都覺得 真的是 受不了 比如說 期末考那種 自習課的時候 大家都在打那個什麼 傳說對決什麼 所以這些男生 真的很煩 不順控感覺在講性 然後我就 每次那個 其中好 因為他們就很喜歡說 考好差 考很差 然後要被當了 然後要重補修 然後這次又考很差 什麼不及格 但是他們還是會念 但他們又不讀 我就想說 你們不讀啊 然後還在那邊念 你們要嘛就是 就是看開說 我本來就是會考這麼爛 不然沒有讀書 我就是考這麼爛 三十幾分 喔好啊 只是你要嘛 就乾脆 不怎麼樣 就不要說 就不要 壓根就沒有想念 然後還要一直說 為什麼考這麼差 這樣子 啊你就不念書 啊你就不念書 這樣子 我的心裡的OS 就會想說 不然咧 不然咧 你打電話打成這樣 還可以 還可以考幾個 也是 想太多 其實那是他們在炫耀爛的部分 他們還會說 為什麼你都沒在讀書 你可以考這麼高 我說 我沒有在讀書 但我 考錢我還是有看啊 哈哈 那種不讀 沒努力還在哭的 真的是 真的是 很莫名其妙 還要說 為什麼我可以考 我怎麼好 我就說 怪我 囉 怪我 嗯 有讀書說自己都沒讀的 更討厭吧 哈哈 有 有那個第一名通常都這樣講 喔 真是考得好差 然後這樣第一名這樣 第一名 考得差 哪個部分 那種就算了 好像是聰明人 我就想說算 我對聰明人會比較寬裕 會比較寬裕 因為就是有 跟聰明人混在一起會比較聰明 你是不是也常常說自己沒讀書 我會說我沒讀啊 但是我 確實我考前有讀啊 嗯 我的沒讀是說我前幾天沒讀 哈哈 比較喜歡聰明 我喜歡聰明的人 所以 我不太跟人家 就這樣 求學聽過日遙以外的音樂嗎 那種台科藥 什麼意思 求學聽過 沒有啊 他很差是每100分 都不知道 但有時候他們那個反應很大 我也會覺得又需要反應這麼大 這樣 比如說這個 這題他被題目的陷阱 陷害到 寫錯了 然後就會超傲 他說 然後就很生氣 然後想說 這錯了嗎 這錯了嗎 然後就很懶惰 說 怎麼這麼 怎麼 出題的老師怎麼這麼 這麼壞 然後出那種 陷阱的題 然後被騙到了 然後他們就很 很懶惰說 為什麼被騙到 有的家長會補習他比較要求 沒有我覺得那種應該就是他自己要求 國中都會很在意這些之後就看開了 嗯 基本上我都不太跟那個 成績比我差的人講話 我很受不了人家 受不了人家 就是 就是 什麼都不會 然後跟你 跟你要答案 我就會覺得很棒 所以我都跟那個 第一名的那個 我的班長 我都跟班長 跟班長聊天 我就覺得班長是唯一一個 比我聰明的選擇 你的氣場越來越好 哼 可是年節越高 期望的分數越低嗎 為什麼 你覺得期待那麼難 我就是 對 因為我很怕就是自己會 會那個怎麼說 被影響到 我都想說不要被影響到 我都會覺得很神奇 說為什麼 我教了你教了這麼久 然後為什麼你還是不會算 我就會覺得很神奇 我想說 是我講的不夠 不夠簡單嗎 還是 哪裡出了問題 就是為什麼 絕不會 我就是很好 很好奇 因為 那個 比較好的女同學 就是她的成績比較差 所以 她就有很多 東西要 會不及格 所以我就 教比如說商概 這種 季概 但是商概這種東西 商業概論 它就是一個 很虛 怎麼說 它 不像說 數學這種 算得出答案 它是一個 沒有什麼 就是 正確的答案 就是很難 很難解釋 你知道嗎 商概這種東西 我就很難解釋 所以 商概基本上我都沒有在教 我就說 嗯 你就是 對題目 就是 思考一下 就是 為什麼 這個字 怎麼樣 怎麼樣 就是 要推理 有點需要推理 就是 你就想想 這個名詞 它的 這個字 基本上 它就是 不知道怎麼結束 我就覺得很困難 比如說自己 理解好像很簡單 但是 要說給人家聽 我就覺得很困難 就是 這樣 它就是這樣寫 就是這樣子 有些 有些 科目真的只能靠聽 對 商概這種就是 要靠理解 經濟學也是要靠理解 因為他們基本上不需要算數學 它就只是一個名詞的 呃 說明 就會有的人會很問號 因為 一個觀念轉不過去 就不懂 對 就是你要想辦法 轉成你 懂的那個觀念 就是 因為我有時候也覺得 那個教科書寫的很困難 然後老師講的很困難 我就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我想說 嗯 什麼意思 然後我就開始 開始進入 進入一個 自己尋回的那個世界 開始搜尋這樣 搜尋 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沒差 就當作它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就自己把它這樣 這樣 看 我也把它彎到一個 我理解的地方 還是其實它是這個意思 對 會計這種 會計這種就可以教人家 因為 會計這種 算是 很好教 就是說 就是這個成這個 然後這個這樣 除以幾個月 然後幾個這樣這樣 就是這個 這個比較好教 就是說 你看這個題目 它現在要這個 你就看這裡到這裡是幾個月 幾個月 然後這個乘以這個 然後乘以0.幾 就會等於幾趴 幾趴 幾趴對嗎 到這裡OK嗎 到這裡OK 好那你就看看它這是幾 幾個月到幾個月 我們只要算這幾個月就好 所以你知道幾個月要怎麼算嗎 十二分之 它是幾個月 就上面就寫幾個月這樣 然後這樣算 這個先跟這個除 然後這個 再算出來 答案就會是那個數字 就是會比較好算 但是你不是說你只有一年級會會計比較好嗎 嗯 我一年級會計比較好 二三年級就是中上 你在講 就是 先把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 先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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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但我唯一能教的 就真的只有 會計經紀 會計經紀 可以教啊 現在有用到 沒有用到啊 本來就是學校學的東西 因為本來就用不太到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這件事 但我還是有任命學一下 哈哈 有時候 大家就很喜歡 會說 哦 學數學這些東西到時候 用不到我幹嘛學 我就想說 與其抱怨這個 我乾脆我就先學一學 然後之後再忘掉就好 反正 現在抱怨也不可能突然說不用學 就這樣 放棄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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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講了 又不會突然不用學 那就 學一下這樣 哈哈哈哈 之後再問那件事 很大器 對 我就想說 算了啦 我也知道 以後用不到 可是沒辦法 現在就是得學 我真的是看清 看清現實 沒辦法就是得學啊 不然我現在就是學生 我就是要 他現在教這個我就是要學 能學著學 對啊 文言文也是 就說 哦 背這個到底要幹嘛 這個文言文 這個 古文 我要背唐詩 然後全部背起來 我以後能幹嘛 就是 雖然 就是心裡會有這個OS 但是 算了還是要背 要沒辦法集中考會考 然後 該背的還是得背 雖然是真的是用不到 可能我明天就忘記了 但是 還是得背的 竟然不學那裡來幹嘛 對就是 就是 呃 與其說 我學起來 我沒有想要學起來 我只是想學起來 然後考一個 分數 就是 當作個成就感 我沒有想要學起來那個東西 我只是需要那個 成績的成就感 嗯 那也是蠻任命的 我是任命的 學生啊 嗯 對 我都想說 我幹嘛 幹嘛要背這個 我真的是背不起來 因為 只是暫存記憶 對 是暫存記憶體 直接分數過不去給它爛了 我都會想說 不行 我不想要看到 六十分以下這個數字 我就會死命 想 我能 想辦法六十分 我就要六十分 那是一種 那總是一種 自己的自尊心的問題 那自尊心比較高 我不允許我自己 考不幾個這個數字 所以我 就是有任命讀書 但我多少 我不給我壓力啊 我基本上 不給我壓力 我想說 喔五十幾分 算了嘛 差一點 就是我也不會到說 怎麼五十幾 怎麼可以考出 這個分數 就想說 我有努力過就好了 我對我自己很寬裕 濃縮文字對以後表達會有用 看六十真的是天才 我的目標是更高分吧 只有幾個嗎 嗯 基本上英文是 能幾個是幾個 數學能幾個是幾個 其他的話 就 能高 當然是越高越好啊 其他就是 看運氣 我的英文跟數學 我都覺得是靠運氣 雖然我現在學了 但是 我現在學了這麼多 我等下考試那個題目出來 又發現又 跟我學的都不一樣 所以我就會很拒謀 有點是數學 我都覺得 數學它就是教你公式 嗯 然後它會給你一道公式的題目 就是給你一個算式 要請你解 解那個數學的題目 我就覺得這樣很簡單 就是它給你一個算式 然後要你算出結果 答案 我就覺得很簡單 但是它只要變成那個 選擇題 我就會覺得很難 我就覺得 為什麼要靠我選擇題 不會 請不要靠我選擇題 就是它只要把它 裡面那個算式 多了一些中文之後 我就會看不懂 我就很希望 你可以直接幫我 把公式寫出來 因為我不知道 這個所謂的這個題目 它要的是哪個公式 我會 我知道 就是因為我都覺得公式的名字 實在是太難理解 一元一次方程式 一元什麼方程式 我想說這什麼意思 這個要拿來幹嘛 我都不知道這個公式是拿來做什麼事情 我都覺得它可以取一個比較簡單的名字 就是寒數 然後我就想說 寒數是哪個東西 就是我不知道 但是你寫出來 我就會知道那個是什麼東西 你把公式寫出來 跟你把算式寫出來 我就會算 但是你說 寒式公數 這個地方用寒式公數 寒式公數 寒式公數是什麼 我從來沒有記過那個名字 所以我從來 都 我到現在我都不知道寒數是什麼 對 微積分 基本上它寫成中文 我就不知道它會這樣 就覺得數字 應該就是要數字 跟符號 就算符號跟數字 這個叫做數學 我可以理解 你把它寫成中文字 我就覺得很難搞 那個是寒數是不是 所以我真的不懂那個東西 名字 我 名字 不知道 根號 開根號 開根號 也有那種根號 然後這邊有什麼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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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語什麼AC 那個我不知道 那個很長的那個公式 我知道這個公式 但是 它什麼時候要拿出來用 我不知道 哈哈 所以說我很擅長 課本上面的那個 算式 然後寫答案 寫過程 然後寫答案 那個部分我很擅長 但是 要自己寫出那個公式 我就覺得很困難 哈哈 但是 你寫出來我就會算 但是 但我要自己寫出那個公式 我就覺得很困難 九方整身剪 第一平方剪是AC YES 就是那個東西 公式剪 我就覺得要自己寫出來很難 所以我每次就是看課本 我就覺得 喔 我好像學起來了 但考試那個卷一下 我就會 什麼都不記得 就想說 這跟我剛剛學的東西是一樣的嗎 然後 反正他只要講解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喔 什麼 這麼簡單 就是我覺得 蛤 這麼簡單 但我根本不知道那個地方要用這個公式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 我理解不能 就是 理解不能 數學的部分 這個地方 這也說是要求答案什麼 準備給 然後在這邊 對阿 你就畫個 我以前最擅長的好像就是那個 度數 這邊這邊幾度幾度 然後拆一下那邊 對面那邊是幾度 對面那邊是 距離是多長 我以前最擅長的就是那個 有圖案的題目 我就覺得有圖案很好算 但是 沒有圖案的題目 我都不會算 哈哈 幾何 我就只會那種 這邊成這邊 然後這樣過去 然後那邊是多少 就是 只要有圖形 我就會記得比較清楚 但沒有圖形 我就記不起來 尤其是那邊要畫這種 畫那個距離 然後說這邊幾比幾 然後我就 他不畫出那個線 我不知道他要算幾比幾 你知道嗎 就是他怎麼畫 這邊到這邊的距離是多少 然後到這邊 這樣是幾比幾 然後你要算出 這個地方問號是多少 如果你幫我畫出來 幫我畫出來 我就可以算 但是你如果把這個 全部敘述成文字的時候 我就會 這樣 什麼意思 他現在要 這邊到這邊 什麼 2比3 請問他的2在哪裡 2是這裡嗎 還是 這個是2還是 這個是2 嗯 2比3是哪裡 是2 哪裡是3 可以幫我畫好嗎 我就很希望他幫我畫好 我不知道那個2在哪裡 嗯 自己畫出來 就是我會畫出來 但是我會不知道 他的題目的 所謂的 這邊到這邊是4比幾 這邊到這邊是2比幾 我就是沒有辦法把他的文字 變成圖像 我就是沒有辦法把他的文字 變成圖像 嗯 看不懂的 看不懂 就很希望他乾脆直接幫我畫好那個圖 然後直接問我說這個問號是多少 就是比較簡單 就為什麼他要幫我敘述成中文 我就覺得 你可以畫一個圖形 然後直接說那個問號是多少 然後我就刷那個問號 但他就很喜歡把這個圖形變成一句話 然後叫你自己畫出來 為什麼要為難我 你直接說 求問號 不就好 求A 求B 求A加B 這樣 你直接 告訴我 直接告訴我 直接讓我知道穿那個幹嘛 繼續提一提 就是他會把題目寫得很難懂 然後我就會覺得 就跟課本上面不太一樣 就因為數學老師的題目通常都是他們自己出的 就不會跟課本上一樣 所以 像會計那種 經濟 記改 那個都是 課本上有的東西 他就直接抓下來 就給你考 那就很簡單 不需要有什麼 不會的部分 就覺得 數學就是一個 你現在學了很多 但他換了一個講法 你就什麼都不會 你就好像什麼都沒有 沒有學過 想說 你確定你有教過這個 確定你有教過這個 這是在我們那個範圍裡面嗎 會不會其實那個算是根本沒有學過 數學教材 數學就是一個 他想怎麼出 他就怎麼出 我每次都不知道他在算什麼 所以那個高中的時候 數學就 比較辛苦 題目就長到幹嘛 題目長都然後就全部塞在一張考究 我就會覺得好長 都覺得學生會變通 但是我們跟不看不懂 真的是看不懂 真的看不懂 邏輯幾何都包含進去 這是為什麼我還要去理解那個題目 就會很辛苦 呵呵 他已經不見了 他已經不見了很久了 他出去很久了 人類 謝謝聽嘛 我的啾啾你喔 好 這時間都耗在理解題目上 對 像我以前就覺得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高中的考試很頻繁 超級頻繁 好像是因為會有 我不知道耶 我其實忘記國中 國中是不是其中其末就兩次 但是高中會有兩次其中一次其末 是不是 多了一次 我就會覺得高中一直在考試 就覺得高中三年我不知道我考了幾次 其中其末考 我會先刪去 然後再弄 因為三次是正常 國中也三次吧 真的喔 我國中也三次喔 模擬考吧 模擬考也很多耶 超多模擬考 高三的時候 高三的時候才有模擬考吧 課程比較多吧 自然考得多 我們是國中就三次 真的假的 你很喜歡寫模擬考 你很喜歡寫模擬考為什麼 你很喜歡寫模擬考為什麼 範圍需要再一點 中葉科目要考試 有很多科目嗎 國文 英文 數學 還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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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蓋 會計 季蓋 生物好像有考 我記得一年級考很多東西 但是 自然好像一年級有自然 然後那個什麼 鍋放之類的 要選做了嗎 好像都要耶 行銷沒有行銷 高質的科目有一樣嗎 應該不一樣 物理化學 物理化學是不是合在一起 不記得有分開 有分開嗎 還是我根本沒在上課 有地理 好像有 好像有這回事耶 我完全不記得 完全沒有在上課 那個所謂的 地理什麼的 歷史 好像有歷史耶 好像有歷史這種東西耶 物理化學 我基本上 在上課的時候 我都沒有在上課 因為我這個人屬於自學派的 所以他在上課的時候 我基本上沒有在聽 物理才是最恐怖的 嗯 物理化學合在一起是果種吧 這個東西是分開的 聽不懂怎麼辦 聽不懂怎麼辦 就是聽不懂才自己學啊 嗯 基本上就是因為聽不懂 所以我自己學 我會認真聽課的基本就是 會計跟 會計跟數學我會聽 其他我就是 能自己學 或者自己學 突然那麼大聲 沒有啊 有很大聲嗎 治學可能也不會 但是不就再見 治學如果還不會 我就會直接放棄 那一個部分 就去學一些 比較簡單的地方 困難的地方 當然就是 睡不會就算了 就只好先學一下 簡單的地方 嗯 強容易的分手 對啊 就是 把簡單的學會這樣子 嗯 難的部分就 靠運氣 嗯 其實國文 國文蠻差的 那個 從國中開始 我國文就蠻差 對 國文就蠻差 因為可能是因為我記憶 記憶力沒有 就是對那個 中文名字 非常的不擅長 我不擅長記名字 就是 就是他很喜歡問說 這個作家是誰 我都恐 基本上我搞不懂 哈哈 嗯 魚感 魚感他怎麼就覺得很棒 但歷史人物 對 歷史人物 然後 他很喜歡問 我都覺得是一樣 比如說他很喜歡問 這是哪個朝代 我是想說 我不想知道它是什麼朝代 清朝 唐朝 唐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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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這個是哪一個年代的 唐宋巴 大家會不記得 那種東西我永遠不記得 哼 這位國文老師很喜歡突然說 請問 什麼 中國著名的 什麼什麼小說 有拿幾本的時候 大家都會這樣搶答 我大概是一本 我都沒有辦法 想起來 就是很喜歡 他很喜歡出什麼 三國演藝 三國 然後什麼 紅樓夢 之類的 然後我基本上選擇題 我都用猜的 我想說 這個也蠻有存在感 我就選他 國文 基本上都是用猜的 因為這種東西 我沒有在背 西爾街 對啊 這個我沒有在背啊 沒有在背 沒有在背 可以 看到每次問的時候 我都不記得 就是大家會搶答 但我壓根一個都不記得 新品 美紅樓 夢 西爾街還有什麼 不要問我 不要問我 憑感覺 我都是憑感覺啊 中 考國文的時候 他只要遇到 有關歷史的那種 我都會 全部都憑感覺 還會考作者是誰 超討厭考那種 這個作者是誰 或是說 拍年代 我想說我幹嘛知道 那個年代 他就跟你說 好幾個作 幾個 四個作者 然後請你拍 由久到近的 我想說 誰知道 李白智什麼居室 我不想知道 我真的沒有一個是想要背起來 你知道嗎 我每次都這樣看感覺 這唸起來好像比較像 聽起來就不是這個 先刪掉這樣 好像是這個嗎 好像在哪裡聽過 我就會選這個 應該好像在哪裡聽過 你的歷史有幾個過嗎 歷史喔 我國中的時候歷史 我就是我國中的歷史老師 蠻會教的 所以我國中歷史 我要好好學一下 但高中我就忘記了 總組句子 尤其文英文 文英文那個 我意外的可以猜得對 就是靠那個什麼 押韻然後猜 然後靠那個 對 然後想辦法猜 只記得五柳 五柳居室 路過路過 圖沒一個是原本的樣子 兜起來了 東之震 夏之震 又是什麼 就是有些東西可以用猜的 我就用猜 不行的話就算 圖有旁來 旁然大霧 經過 這邊不是床外嗎 那邊 窗戶是關起來的 因為糖路過 然後 拔山倒樹而來 對我自己的 這個 賴蛤蟆 這樣躲到前面了 很喜歡你這個貓 牠蠻自在的 去之別願 看風景 看風景 邊他 邊住實 背最熟的一個 國文 國文課 不肯卸完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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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大會不會抓吧 哈哈哈哈 有房子原來 邊數史 去之別 動作好俐落 對就是 怎樣 隨機組合 隨機組合 現在編人會送你進去 他那個編的又不是人 他不是編的是 癞蛤蟆 好大隻的癞蛤蟆 有容則靈 大家是不是在開始說一些以前被過的東西 有一些我蠻有印象的 現在在考文 文言文嗎 現在早自習不能考試 真的喔 雖然我們也 有啦有考過 早自習 變賴蛤蟆 現在八點到校 嗯好像是耶 其實我高中讀完三年 我都不知道學校的遲到 到底是幾點開始 叫遲到 哈哈 我從來沒有遲到過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 其實他們到底是幾點遲到 數字局們的夜自習 昨晚又是顯素肌 對 昨晚也是顯素肌 這超早到 對 我這超早到 我最晚也是7點 7點20左右會到 7點半前一定會到 高中7點半算遲到 真的喔 那門關起來就算了 我們這7點半是遲到 有鳳梨那家 不是有鳳梨那家 師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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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昨天 就是 阿伯商訂錯了 然後訂去公司 然後 立大姐就打電話去 給公司的姐姐說 可以下去幫我拿外送嗎 然後姐姐就說 為什麼 你確定有沒有 你沒有打錯電話 要我下去拿外送 然後 然後 然後立大姐就說什麼 沒有 這是個意外 我們叫了外送 然後剛好叫到阿伯商 那個做美甲的地方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叫了姐姐下去拿那個 什麼師緣 這樣子 然後姐姐就說 師緣 陳師緣送外送 來 陳師緣在做外送 什麼 不是那個師緣 是那個師緣 然後姐姐就下去 拿著那個師緣上來 然後我視訊完之後 回到辦公室 就發現 然後姐姐就跟我說 欸 你桌上那個可以吃 我說 為什麼有鹹酥雞 他說 因為阿伯商說他訂錯 然後 就有很大一袋的鹹酥雞 在公司 所以也是分不清楚 然後吃了一些 然後就回來 姐姐說 阿伯商跟李財姐 叫了超多的鹹酥雞 然後說 真的假的 他們兩個人吃這麼多 然後我來 來這裡的時候 就是看到他們 還在吃鹹酥雞 我說 嗯 你們看起來是吃剩 吃剩下 剩一點點 然後他說沒有 其實冰箱還有兩大袋 我說 請問你們到底 兩個人是點多少鹹酥雞 然後他們說 他們叫了兩次 最後他們又叫了一次 外送地址 對外送地址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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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完全沒在Party 吃不完的鹹酥雞 嗯 現在都按到10喔 我不知道欸 嗯 反正昨天就是吃了一些 然後沒吃完 結果我們今天中午 下午吃了 吃到那麼多 我不知道欸 就是他們點了很多東西吧 讓你動起來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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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認真在做嗎 下午熟了還好吃嗎 那天我就看到林玉雲 他就是看起來不像有在剪 剪脂 我說林玉請問你有在剪脂嗎 我說你現在吃的是什麼 看起來很罪惡的東西 他說我有在剪啊 那個怎麼看起來都不像是剪脂的人會吃的東西 那個怎麼看起來都不像是剪脂的人會吃的東西 應該有幾個人有認真吧 為什麼我在小型的直播能這麼擔憐 你已經過了多久才 你的時差 雖然吃的很少 但都是天使 所以要吃啊 大概是昨天的事了 昨天的事 昨天就想說 林玉雲 你現在吃的這個東西 看起來很不像在剪脂 他說剩下還有兩 還有幾個禮拜 還有時間嗎 這樣就大概一直算 他從說要看幾瓶 我大概從很久以前就聽到 再過幾天就開始剪 明天過後我就開始剪 然後到昨天我就說 嗯? 你有要開始剪嗎 不到最後一個禮拜不實行 永遠沒天見 我每次看到他說 林玉雲 林玉雲是不是沒在參加比賽 他說其他人看起來有沒有認真 嗯 減肥都是明天才開始 作為失敗組在努力 對啊 他很常吃一些小東西 但不太吃正常 嗯 無限多個明天 謝謝柏翰的貓的手手 等一下該不會還是先做這樣 不會我等一下去吃晚餐 很晚 還沒吃 可能教練已經放棄了 至少他們有免費的健身房可以去 快要那個了吧 可以用一輩子嗎 應該沒有 晚餐要吃啥還沒吃 吃三口一下 吃火鍋 吃火鍋 也還沒吃 還沒吃 吃火鍋 我家裡還有一碗Sukia的牛丼還沒吃 哈哈哈哈 請問他可以放多久 他大概是昨天買好的 所以 後天吃可以嗎 明天明天 如果放兩天的話可以嗎 被用扭動 放兩天可以嗎 放在冰箱裡的話 有冰起來 有冰起來 可以兩天 可餐50 這邊買的 金金蓋車 禮拜五嗎 禮拜五嗎 禮拜五 充分加熱殺菌一下 為什麼買回家冰啊 怎麼會有這麼買 這個說來話長 因為呢 我大姨他說他禮拜四要去高雄 所以他說要不要 禮拜三的晚上就幫你準備好明天的 飯這樣子 他說好 所以他禮拜三的晚上 就幫我買了飯 放在我的冰箱 但是我禮拜三的晚上 來了阿伯商家 所以我禮拜四 我甚至我沒有回家 然後我中餐也吃了 然後我等一下晚餐要出去吃 所以我今天應該不會吃到那晚 所以我就要到禮拜五才可以吃 可以放禮拜多久嗎 應該我禮拜都可以了吧 微波就可以吃了吧 微波就可以吃了吧 可以買飯 就是 對 要不要改放冷凍 沒關係吧 再放一天 會不會我明天也沒有回家 要回家吧 明天會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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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比較相信我的腸胃 對 看來就可以丟掉了 試試試好一下 試試試 那你可能準備掉進去 不要 就很浪費 掉量很浪費 那我微波久一點就好了 那我微波久一點就好了 嘗一下 沒有畫在冰箱 冰箱 冰箱 謝謝齊悅的貓的手手 這個世界好像不是這樣做什麼意思 火鍋 火鍋不要吃還回家吃一點 火鍋不要吃還回家吃一點 右邊的話應該還要吧 應該還要吧 對嘛 反正最近可以 沒關係 吃壞了也沒關係 最近沒有什麼 需要擔心的事情 吃壞肚子 頂多就在那個肚子 其實我聞看千萬不要硬吃 我就怕我聞不出來 我就怕我聞不出來 你要確定 不要吃完 缺席公演 下周就要公演了嗎 有這麼快喔 不要吃就對了 要先確認一下有沒有便飯 下禮拜六沒事了 4號有好吃的 你說那個什麼浪夢嗎 可以確認一下 金腸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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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媽 如果 沒有那麼嚴重的話 就是清個腸胃這樣 便宜 謝謝貓鈴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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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敬你愛惜身體 这样照顾爱惜身体 刚好的心得 如果有吃了 我再跟你们说 清诚 谢谢咖啡的猫的所收 请保重 请保重 现在几米桌子 啾啾你屋 烂味食物大于爱惜身体 就是 对呀 放冰箱都safe 放冰箱可以吧 马上打电话 说不定真的不会哗 所以把它再思考一下 冰进去之前污染程度 什么叫做冰进去之前 什么叫做冰进去之前 你家常常这样干吗 就是隔夜饭啊 没有酸酸甜甜的就干了吧 没有酸酸甜甜的就干了吧 接受你吃一口 要跟明天会不会回家 会吧 会啦会啦会啦会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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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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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 和牛 先去吃饭 先去吃饭 拜拜 放了四天 你说我最后会放到四天吗 带去配火锅 礼拜天要忙着没事啦 直接把自己当做实验品 就是人生就是要有一些经验 做过了你就知道以后不能这样做 太好吃了 �정 那天有烂漠 你请不要破坏顺座 今天有烂漠 你请不要破坏顺座 明天还是早点回家 早点回家要早点吃 啊 我建議的辣母親不要破壞順庭 明天還是早點回家 早點回家要早點吃 沒事啦 他很常吃過期的東西還好吧 我也就頂多喝一下過期一天的豆漿 這樣子都沒有事 過期一天多還行 回家跟牛動是一頭 希望我吃得下肉 好 錯過了就知道可以繼續挑戰 好 好 妥妥的 天下又大了 明天要換什麼位置 吃喝牛酸 對啊 星期天的記得叫動起來煮的 少吃一點 肚子痛 不需要肚子痛 可以了 中元節 7點54分 需要腸胃如同 今天沒講宣傳生血的事情 有人要買嗎 大家 有人要買逆轉王子的衣服嗎 剛才買的都會買 當然是買啊 你這麼沒興趣嗎 因為我穿過啦 穿過很多次啦 你什麼意思 有那個reset的生血針就夠啦 有那個reset的生血針就夠啦 剛才來的就會買時間 有一個問題欸 懶得到的頭是不是帽子特大 是嗎 多伙伴會買 有的還是會看主題的吧 說散戶嗎 買章集生血 買章集也要讀 讀生血 這個不用讀 這間的全身照片還是等了很久 我那時候來說 王子跟逆轉都可以啊 穿哪一套都行 看穿哪一套都行 只要指定一定擁有 指定就可以拿到全身 要買三鞋還是光面 這是誰決定 三鞋真姐姐吧 她本來有問大家說 就是單單想要穿哪一個 她要穿公主還是王子的衣服 她有問一個 她有用一個調查 都可以請姐姐幫我做決定 謝謝 三鞋穿每次都看到她的傾向穿過 真的喔 可能她們就覺得自己適合哪個吧 甩鍋 甩什麼鍋 奇蹟的靈異全身 奇蹟紅色那套沒穿過 對奇蹟的話沒有穿過紅色 只有穿過綠色那個有外套 八夜的照片已經閃光了 因為我沒有拍到什麼好照片 清潔決定 對啊 因為就說 可是那個reset的那個 那個三鞋真就是逆轉王子 還要穿逆轉王子嗎 她會不會想說 一樣的 一樣的衣服 一樣的造型 藍色 沒有穿過藍色啊 你有看過嗎 那個已經一千二了 也該讓她滯銷了吧 看她什麼時候才要降價 看 公眼的製牌你很多人 對公眼的 就可以看 一千二才買 你就讓她滯銷了吧 就買山寫真吧 萬一她降價寫說 你沒真愛粉怎麼辦 沒有關係啊 沒有關係啊 就假裝我們沒有真愛粉 假裝一下 我們其實有這樣 因為沒有真愛粉 就說 對啊沒有真愛粉 要不要降價 請問要不要降價 就是沒有嗎 好不好降價 降價我就買 降價我就買 其實真的沒有 可以降一下 就沒有啊 對啊就沒有啊 就沒有啊 要不要買 珍愛粉 珍愛粉如果要給她賺也是 你媽 如果你想要讓她爽 爽賺的話 我也是 拿你沒褶這樣 還有一張recession 也可以賣一情惡嗎 如果你沒有愛的話 你就可以賣掉啊 你可以說 喔我不退01了 賣一情惡這樣 我就知道喔 我記住了 記住了 記住了 幫你黑名單說 就是這個人 就是這個人在賣 真的記住了 就要看就要看 原來如此 拿去賺錢 不給我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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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個其他人用1200來買0300 那就不對了 那你就是要賣其他人的 空氣感覺好冷 真氣的點是不給你賺 你可以拿其他人的去扒其他人的錢 開始教你們做壞事 請不要拿我的去賣給我的數字菌 請不要拿我的去賣給我的數字菌 八點了 八點了 可以下班了 要準時 對 我要準時下來 我現在沒有地方可以充電 因為我沒有直播架 這邊不能充電 吃飯去了 你們可以去看讓你動起來了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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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講談會加油 排名 排名啊 排名還沒唸啊 牛洞要記得呀 牛洞要記得呀 我希望我會記得我的牛洞 第十名 第十名 第十名是小易 謝謝小易 可以不要跳過 差點就按關鍵囉 你們沒有人提醒我 第十名是小易 謝謝小易 第九名是柯基宇 謝謝柯基宇 謝謝柯基宇 第八名是丁毛 謝謝丁毛 謝謝丁毛 第七名是吉米豬 謝謝吉米豬 第六名是法蘭森 謝謝法蘭森 對對對對 要講談會了 明天有講談會了 大家記得要整時去報到 謝謝 第五名是數字家 謝謝數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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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名是CKUNK 謝謝CK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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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名是小林 謝謝小林 謝謝小林 第二名是十一 謝謝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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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是林馬和 謝謝林馬和 謝謝林馬和 謝謝大家 燈花會 視訊會 謝謝大家 拜拜 辛苦了 辛苦了 大家趕快吃晚餐 八點囉 拜拜